這個Workshop的進行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希望能夠讓各位有比較多的時間 然後再來進行 今天要介紹的重點是心臟的部分 我不是心臟科醫師 可是都在急診 但是跟心臟方面 修課方面的病人的處理 也都需要遇到很多這樣的一些情況 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我們用Focus這樣的一個概念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急診理師 一個重症理師 一個內科理師 你在病房吃飯 甚至你可能是PGY的醫師 這會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一些幫忙 我們來看看 那其實Ultra廠它可以是很全面性 它也可以是很Focus的 做Point of Care 你在提供病人照顧的時候 提供不同的面向 這邊有不同的一些Application 今天我們的Application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A位跟Greasing的部分 AB 所以我們大概就要講到了C的部分 C也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Focus 會在HOT跟IVC 就是CardioVascular的部分這個地方為主 那這一個部分的領域的PAPER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了 如果以去年來講的話 這個International Evidence Based 的一個Recommendation 有針對Focus的地方做了一個很全面性的一個PAPER上面的一個Review 所以提出來一個Evidence Based Guide 可是它裡面的Apps實在是太多了 說到了如果你要把它全部都念完才能夠進行來講 這個就會很大的一些問題 但是至少我想這個名詞已經開始慢慢堅定起來了 對於HOT的部分 如果我們做重點是 那大概現在提的大概就是指的是Focus Focus Focus 的Oltra 所以我們今天POPIC 是在Quickle Ear的這樣一個PAPER 那這個人就是這個主題的人 WLAV 那為什麼秀他的照片 這我去年跟他在馬來西亞做的一個照片 那今年會來我們醫院來辦一個Walshap 最後的地方會在跟各位提 這個是一個重症的醫師 然後專門在ICU裡面 然後有在主要的一個Oltra上的一個範圖 就是在心臟的部分 從Basic到Advanced的一個階段 大家這個還蠻厲害的 就以這篇的Evidence來講的話 裡面提出來這些概念 至少它是一個Internation的一個Consensus 告訴我們的事情 Focus的這個Definition 其實跟我們一般的Point of Care Ultras 其實大概有它的一個意義在 什麼意思呢 誰來執行 凌床的醫師 在提供病人照顧的旁邊來做進行 有的Ultra上是Sonographer 技術師做完了 然後把這些影像上傳 然後那個臨床的醫師這樣判斷完了 然後可能是相關科別 然後再交由臨床的科別的醫師 來做相關一些整合應用 但是我們的Point of Care 或者是Focus的Ultra上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當你遇到了一個問題 你遇到了一個Problem 你想去解決這個Problem 那你希望用的是一個比較Limited 不需要接受的可能半年 一年甚至好幾年的一個Training 你才能夠得到這樣一個Skill 一個Limited這樣一個Skill 一個Simplified的一個Skill 解決你回答這些臨床上面 你需要立即就解決的 你可能沒有時間去安排相關的一些 正式的一些檢查 那如果能夠得到一些相關定量化的一些數據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Evidence 當然就更好 這是Focus要告訴我們的概念 那重症的病人會有哪些問題 Ultra上可以來使用 尤其在重症的這個 重點是心臟超音波這一塊 Dyspnea的病人 是不是Hard引起來的 Long引起來的 背後像上個禮拜講的 Long Ultrasound的部分 甚至到Hard的部分 也可以提供很多重要的一些訊息 所以Dyspnea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塊 尤其有些時候COPD 它被Problem做區分的時候 少心臟這個部分 它可以得到很重要的一些Expnea Chef brain 我們大概都知道 Ultra上不會是第一個擺上去 你可能心電圖先擺上去 可是當心電圖不是很厲害的一個Rhythmia的時候 當這個病有這個症狀的時候 你的心臟超音波 是不是可以在那個當下 提供你一些很Critical value的一些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它就是一個很厲害的Critical effect 在那個地方 突然間發生 你要等到Critical data 等到其他一些數據 這個大概就要去做一些思考 當你說對於資深的醫師 他的臨床判斷的經驗精準度就已經很夠了 Ultra上是否可以再提供給他更多一些 這個大概就見解 但是對於大部分經驗不是很好的 比醫師來講的話 多一點information 在decision making的部分 它會額外的潛備有在 一個病人Syncope下去了 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這我們可以遇到了 一個病人Shock 哪一個原因引起來的Shock 對於心臟這個地方的一個評估來講 它也可以提供一個重要的一個 當然今天的topic不是trauma 遇到trauma的時候 如果是multipal system的trauma 當然心臟這個地方 它也會有它特別的一個value 等一下會用個案的部分 來更多的提醒 這個是我們在評估這些 critical yield patient的時候 尤其是可能跟心臟相關的急症病人的時候 所會進入到不同的其他工具 臨診、ultrasound、pontal care甚至BMP monitor的器具、EKG甚至X光片 很多的一些工具 我們今天要提的這一個而已 沒有提到太多的一些東西 這個是看心臟超音波的時候最好的一個工具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這是general的使用 一般性的一個超音波的探頭 可是很多的單位它有的工具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就要想想看的是 我們用這個探頭看出來的image 跟一般專用看心臟科的探頭的時候 看起來image會有什麼樣的一個不一樣的一個進行 探頭擺的位置是一樣的 probed orientation擺的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一般性探頭製造出來的一個介面 這是放在胸前的地方 parsenal long axis看到的一個image 這個是一個心臟科的探頭擺放的位置一樣 point 它的mark的方向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探頭本身擺放的位置 方向性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這個image的orientation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abdominal的一個一般性的一個設定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mark 則是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那心臟科的探頭它的預設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image會幾乎是完完全全顛倒 這件事情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分享幾個不同的一些介面 有的我們可以藉由形態直接可以去辨識出它的相關性 但是有一個view很重要的是它的左右邊 它的對稱性的部分如果出了問題 那你可能在判斷上面就會有很大的一些真意性存在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apex的地方嗎 這是apex的地方 Probe by的位置一樣 Marker orientation一樣 可是是呈現出這樣的完完全全 進向不同的一些地方 所以這是在用一般性的呼呼探頭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把它刻意給轉過來 但是你要知道是它的orientation 會有這樣一個不一樣的一些地方 因為大部分心臟科的參科 可能都在病人的左側 坐在這個地方掃描 左手掃描 然後來做操作 而且常常病人也需要左側它 讓它的心臟比較靠近 確實握的地方得到比較好 這樣的一個image 所以這個是它會有的 一開始原始的一些 它的一個設計跟它的一些條件 這邊先休息一下 問一下各位 這四個view裡面 這四個view裡面都是在看心臟對不對 四個view裡面 四個view你都很清楚知道 這四個view的名詞指的是什麼 看的東西是什麼 四個view你全部都可以回正確回答出來的 來 各位舉個手 三個view 你很有信心三個view 你很有信心兩個view 你一個view都看不懂 無字天書的 有沒有 也有對不對 好 這幾個view就是我們在看心臟的時候 最基本的view 所以這幾個view就是 但是因為我們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大概對這幾個view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就是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在整個 不管 lecture 或者 workshop 結束的時候 對這幾個view其實你會覺得它不是那麼的困難 甚至你可能會覺得它其實好像還滿簡單的 Probed orientation 你的擺放的方式 調整的方式 不管是sliding的移動 rotation啊 tills啊 rocking啊 尤其在心臟這個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去照到的時候呢 你只能夠利用的是肋肩 所以你的space很小 你的一些相關的一些skills大概都要知道 這個不是針對心臟科的應用 這個是你probed 你要拿這個probed的時候基本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上次的時候有秀過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orientation sangital的、transverse的、chronal的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些面向 這是我們一般性的orientation 所以這要基本的一個概念 心臟的orientation是不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心臟的傾斜度它不是這樣垂直的 也不是完完全全橫的 所以各位在照的時候呢 你要順著這個心臟的axis 它可能是很直 譬如像COP這些病人比較長 比較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些比較肥胖它的心臟的軸向 可能比較橫一些些對不對 所以比較簡單來講的一個orientation 大概是相對於它的右邊的肩膀 對到左邊的ea crest的 這樣的一個axis 可能是一個心臟的一個長左 所以我們要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 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軸向 那換成角度90度的話 大概就是它的short axis 所以這心臟的一個軸向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要先知道一下 跟一般的定義不太一樣 除了剛剛的這個consensus 是告訴我們的有這個感染的之外 那對於急診的這一個部分的一個應用 其實已經開始有些學會在做一些認證 像美國的急診超音波 美國的急診醫師的這個醫學會 HEM 跟American Society of Echocalligraphy 其實剛剛這個名字 剛剛O是小寫對不對 他們是在2010年的時候 也共同發表了 在急診室這邊 Emergent setting的情況之下 Focused Gallic Ultra 在這邊建議一些應用 所以這個時候的名字是一個大寫的 剛剛那個剛剛提的是小寫的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講一直是一樣的 這個在2011年提出來的概念 大概指的是Focused Assessment 在急診室 在這樣重症的一個情況之下 第一個應該要去辨識出來的是 Pecalization Global的Systolic Function 為什麼我這樣提 因為心臟它可以是Visional 可以是有Diastolic的問題 但是你要學到這些部分 它需要發的Train的時間就要比較久 所以我們要把它的重點給更Focused 在Global Systolic這個部分的一個評分 再來是Right Chamber Left Chamber的Equality 這個地方的一個評量 在2010年的時候有提到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Cupulmonary Ambulism 這個會在這個地方產生一些狀況 Vascular的這個一個Volum Intravascular Equality Assessment 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Information 到目前為止 這個還沒有很好的Evogance去Support Support到說 甚至是Survivement Sales Campaign 這個CVP得到Volum這個情形 就把它給拿掉好了 就把Ultra上這個把它給取代進去 因為Survivement Sales Campaign裡面 有一些component 其實大概已經慢慢知道 它可以被一些東西給取代掉 但是Volum的部分 這個東西還沒有進到那個地方 把它完全全取代掉 但是在不管重症 起症 病人 還是很多的理由 因為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 Ultra上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銀鋪可以提供很好的一個Information 那有一些部分 我們大概在這邊不一定會 不定的去執行 像Transvidence的PaceMaker的 Why在哪個位置確認 這個是在美國可能會使用 但是在台灣並沒有 那提到這些概念 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去記憶 然後有沒有比較簡單的一些方式 其實就以Education的端來講的話 這是業務大學在今年的1月的時候 提出來的一個Code code 我覺得它寫的東西還不錯 把剛才這個內容大概都有提的進去 那一旦你更清楚知道 當你要看的時候 要看哪些Focus的一些東西 Fusion, Injection, Equality, Exit, Intrance 我覺得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會更清楚知道 你要Focus的東西是在哪裡 你可以在你每一個病人的身上全部少 或者是根據你面臨到的臨床問題來掃 Focus的一些異常的一些情況 所以剛剛提的那幾個介面 為什麼它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要了解這些介面 我們大概還要去進行後面的 各個不同個案的一些分析 那在心臟的這個basic的一個view來講的話 這個給各位的這個 因為它要上面 就是Focus的五個基本的view 等一下在三個workshop的分站裡面 希望各位都能夠去把給抓得出來 這三個window subcostal的window parasternal的window 跟epical的window 要看到哪幾個東西咧 subcostal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心臟的結構 可以看到percalium 可以看到裡面的相關一些結構 在這個位置 我們還可以去obsess它的IVC的一個size 還評估它的一個volent 那在percalium這個地方 parasternal這個地方的window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parasternal的long axis的這個view 這邊是轉了90度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show axis view 這個是在epical的地方 它單獨存在的原因是因為它最難抓 這個view最難抓 這兩個view來講的話 其實它相對會比較簡單 不一定每一個病人全部的view 都要去掃到 因為你每抓一個不同的view 你一定會有希望能夠回答特殊性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我們的ultrasound的上面在這樣一個應用 應該是你需要回答的臨床的問題 你的problem來做一個導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每一個view 你應該看到什麼 跟它可能可以協助你回答臨床的問題是什麼 subcostal的fold chamber view 放在substile forward這個位置 就是像心臟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些的結構 裡面的chamber的相關性 甚至你可以看到pericardial 這個地方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是它實際跳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邊前面的是livre 因為有時候pulling看的時候 你可能把它調整一下角度 你可以利用livre來當作一個window 來得到這個subcostal的這個view 這個位置轉了90度 把它變成一個長軸的順著IVC的這個走向 我們就可以看到的是IVC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兩個IVC的一個size 你就很清楚知道有一個的bottom還不錯 有一個bottom相對就比較少一些一些的 這是它IVC的看起來的一個情形 擺放的位置檢圖 跟我們實際可以看到的一個狀況 一般來講的話 大概會在測量在這個附近的level 它會比較穩定一些些 如果更往肚子的方向去的話 可能會因為probe abdominal pressure 就會造成這個IVC有一些混同能shave variation 所以這個我們可不可以 這樣子立刻就可以知道它的發分status 其實是可以的 我雖然沒有去做measure 但是這個image上面已經有一個measurement measurement在哪裡 旁邊這個地方的一個標記 它大概每一個大概就是指的 相對一公分這樣一個size 這樣測量 剛剛我們並沒有把m mode給加上去 所以等一下在workshop的部分 各位可以把m mode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隨著突吸心跳的這樣一個過程 這個地方的dimend會有一些變化 突氣跟吸氣的時候的一個情形 你就可以藉由這個地方的一個改變 甚至你可以去計算它的collapse的這個index的一個指標 可以用來做一個推估 有的時候我們這個地方不容易去抓 這個地方抓得到界面像這樣子 如果這個地方抓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右側的地方利用leave來當作一個window 看進去 看到比較深的位置 其實你也是可以得到IVC大的橫向這樣的一個訊息 不管是alta或者是IVC 如果要做measurement的時候 大概都要小心這樣的一個art effect 所以我們掃描的時候大概都不會只有看到 就立刻把它當作是一個最初到的一個東西 你應該做一個swept 來知道它最大的diamid 應該是在哪一個位置再來做測量 這個可能比較理想一些些 那再過來一個 要讓各位可以辨識到的就是Parsen long axis 放在這個位置 就貼著胸骨的旁邊 指向著右邊的shoulder 你的mark就指向右邊的shoulder這個地方 你會得到的image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辨識到的這個analyptum的結果就是 Left engine,Left ventricle,Mitral valve,Altic valve,Altic root 跟right ventricle的地方 甚至你這個位置造得不錯的話 這邊我們做到一個小圈圈 這就是我們的descending outer下去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到這個descending outer 這個view可以得到的訊息非常之多 那就要看你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看到的時候的動態的景色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地方descending outer LA,LB,Altic root的出血的地方 Altic bar 我又不是心臟科醫師 我心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些測量 我們不需要做到全面性comprehensive 因為那個需要不同的一些training的要求 剛剛的那個位置抓到了我們轉的一個順時針的這樣一個轉法 然後剛剛的一個probe的這一個調整方式做一個tilting的方式 當你往比較這個方向tilt 比較往base的地方tilting 你的probe不動 因為你的肋肩的空間很小 你可以cutting到pepper muscle的地方 你可以cutting到mitral valve的位置 你可以甚至往上 轉到你自己人生的地毯或是dispense 所以我們看這個地方pepper muscle 往上一點點mitral valve 再往上調整一些 我們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一個 Mercedes valve bend這樣的一個mark在 這個每一個位置它其實都有很重要的一些訊息在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把它給細講 所以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Mercedes bend 所以你買不起但是你的心中就有一個人 所以可以自己的安慰一下 我們心中 我們的身體裡面也有這個playboy 也有Mickey Mouse 如果需要的話就可以找一個位置 好 再過來是我們剛剛講的三個window 第三個window就是epical的four chamber view 這個位置大概就要擺在它的這個心臟跳動 最大的脈動點這個位置來做掃描 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呢 有一點點像平切的這樣一個方式 切進去 那我們應該要得到的一個界面像這樣的一個形狀 所以你的interventricular septum 應該是垂直的指向你的flow的一個方向 這個地方的訊息就很好玩喔 這個地方可以測到不同的regestation 甚至如果你要測量這個地方的pressure gradient 還是你要知道一些diastolic dysfunction 在這個界面很好 可是那個需要得到的這個training又要更多了 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知道的哪邊比較大 因為這是在一個正軸的一個情況之下 Septum對等的probe 所以你可以知道 left ventricle都一定比右邊的ventricle來的明顯的大 那右邊的這個rv的形狀常常都呈現這樣一個 有點像長的這樣一個三角形這樣的一個形狀 當這個形狀不對的 或者是它的size相關性出了問題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訊息 這個界面很容易就可以得到 所以你probe掃描的位置對的時候 這個septum應該是對著你的probe 你應該要看到這樣一個video的一個image 所以剛剛前面大概花了一些時間 讓各位先知道一下 剛剛不了解的 我們把這些界面意義的給介紹出來 那我們就要看看在臨床上面 我們怎麼樣利用這些basic的一個view 來回答重要的一些問題 因為剛剛不管在哪一個的概念裡面 其實大概都提到了 如果就以focus最重要的問題 而且最容易回答 而且也有time sensitive這件事情的考量 大概就是effusion 來做一個第一個優先的一個順序 所以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從三個介面 三個window裡面的五個view 回答的五個 一的問題 從effusion interaction equality exit 跟interest的地方來看 所以在effusion的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看一下哪個view會最好 最容易取得 這個view 所以每一個 當然你說其他的view可不可以看得到 都是ok的 但是總會有一些view 它相對性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subcoastal這個地方要看到effusion 這個view會最簡單 擺上去 我們要看effusion的時候 如果你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其他中間的地方就不用去看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時候要看的標的物在外面這層pericardium 這層pericardium 我們很簡單的一個顧願 如果這個diameter 一整圈的sufferential的diameter 在一公分裡面 這相對是small的 如果它的這個diameter 這個可能超過了兩公分以上 這個是large 那large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容易就會造成病人可能有suffer singles 甚至dispon牙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地方的一個資料 大概都要稍微吃掉一下 所以剛剛再次提醒 我們需不需要每一個參數 一個一個實際的去做測量 可能不需要 因為我們旁邊這個mark的地方 大概就是一公分一公分 所以你可以用eyebrow的方式 直接這樣子一個辨識 你大概就可以去大略的去估算出來 所以這個view是很好的一個view 來看effusion 不代表它是唯一的view 因為這個view看不到 你可以從別的view來做一個sufflement 或者是如果你有懷疑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的是 effusion它可以是focal 可以是circumbration 可以是complex 可以是simple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整圈全部都是 如果就是看心臟的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還可以看到別的一些 不管一些訊息 像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沒有去看它的這個變化性來講 光這個地方的這個calibre 大概就可以讓你知道這個ivc 至少是一公分以上 甚至可能將近快兩公分的一個訊息 那effusion的多跟少 其實會跟它accumulation的速度會有關係 在trauma病人它可能不需要很多 它整一下累積出來 percalibre pressure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已經超過了ribentricle feeling pressure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的生分 甚至造成病人的collapse的一個情形 有些病人 SLE的病人 Cancer的病人 或者是洗腎的病人 它可能是有percalibre fusion 但是它累積的時間已經很久了 它可能是幾百cc 但是它不會有很明顯的一個collapse sharp這樣的一些症狀 所以量的多化 大概不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它accumulation的速度 還有你在clinical上面遇到的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是大概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譬如我們這樣一個窗號麻病人 50歲的女性騎著摩托車撞到前面的貨車 她其實前胸的地方也沒有看到明顯的欲青 她就是很動而已 然後咧 我們照了一張X光片 看到的情形好像也沒有太過特別 因為你也沒有之前的窗簾可以做比較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被Sign Ultra看到的一個情形 sub-coastal view 這張的心臟 心臟外面一圈的fluid 在這個view看到的fluid幾乎都是fluid 為什麼呢 sub-coastal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位置就是dependent part的地方 如果是在parse的地方 你在前面看到的還不一定是 因為可能是pericardial effect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整圈都是 甚至旁邊這個地方大概都有一些hyper-echoic的 這些fluid整圈的地方這樣子圍繞起來 trauma 所以剛剛提了 它的量不需要到可能兩公分甚至三公分 甚至更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這個病人是持續的 Tachycardia relative blood pressure 稍微比較低一些些 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些訊息來做搭配 來決定後面這個處置 所以這個病人我們剛剛看到的 sub-coastal的v plastal的v 甚至到達的IVC的這個地方 這個病人還有沒有其他的image 沒有的 這個病人直接去OR 因為CDS的主人來看過 我們就直接到OR去 是right ventricle的一個roucher Himobel gallium的關係造成 這個病人 後來的clinical的outon是很好 他沒有CDScape 所以把病人的clinical的一些狀況 跟你的decision making 當然還有你的backup的進行 所以剛剛提到了 我有看到pericardial effusion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 從Ultra場上面看到 它有沒有Temple內散 要看到Temple內散 你需要得到的一些information 當然就要更多 譬如它的這個地方 atrium的這個地方 它要collapse 在ventricular face的地方 在diastolic face的時候 可能的ventricular地方 要collapse right chamber的地方 那Temple呢 在Ultra場上面很多的一些發音 除了剛剛講的 right chamber atrium ventricular的一個 在不同的face的情況之下 甚至是IVC的地方 會有engagement的一個情形 那再過來 有的時候我們會遇到的是 pericardial有水 pura也有水 這個量都很多 你要怎麼去做區分呢 這個view來講的話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可以抓到的是 就是在power sternum這個 low nexus這個view的地方 看到descending alta 可以用它來做一個mark 如果這個是一個pericardial fluid 它不會跑到Alta的下方 所以它只會在Alta 跟Mercardial這個地方的界面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 這是一個pericardial fluid 底下這個地方要fluid的話 在Alta底下這個地方要fluid的話 大概就是pura的fluid 那就會取決你的次條 要drainage的位置location 或有不同一些想法在 那如果你把moral打開 你可不可以知道比較精準的 在哪一個階段它collapse下去 因為如果你有EK系的monic 可以接上去 你會比較知道不同一些phase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 以這樣一個view pars and long axis view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mitrovalve opening的一個時間 把你的褐蛇放在mitrovalve 這個opening的地方 mitrovalve opening的時候 我們看這是pry bench code 或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clapse下來 這個位置的時間點是ventricle feeling的時間 當atrium的這個地方 ventricle這個地方 握clapse下去 就代表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temporal的一個情況 正常應該要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雖然它有水 可是它並沒有造成clapse的一個現象 這個部分所以鋼體的 它相對的你就需要測量的位置 跟去掃描到的地方 大概就要相對的比較多一些 看到這個又更困難了對不對 因為這個你的機器就要有continuous的 位置這樣一個function 直接去測量這個mitrovalve這個地方 一個flow的一個jett的情況 在一開始的feeding phase 甚至到後面的atrium的contraction的石頭褂 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些流速 如果在一開始的ventricle earlyfeeding的石頭褂 這個地方的一個difference 超過25%以上 這個也是temporal exam 後面這個地方經驗就不沙沙對不對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去測量的一個重點 所以要告訴各位的是 ultrasound可以回答的是更多detail的事情 但是我們應該還是要回歸到一開始 當你看到一個circumfrenential的一個 pericardial effusion 配合上病人臨床症狀的時候 大家要特別小心 這個可能是一個sendimatic 有症狀的一個情況 除非你可以prove其他類的情形 對於新手來講的話 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如果你在supportal這個地方看不到 你是利用parastinal long axis這個view 來找pericardial effusion 你如果只有在anterior這個地方的設計 有看到黑黑的東西 這時候很容易跟fet來做一個compute 水會往底下流 可是在前面的地方 我們很常在parastinal long axis的地方 anterior的地方才有看到 常常是pericardial的一個fet 就是pericardial跟pericardial的分解 剛剛講的 你找到insendimata 大概就可以完全做區分 這個大概就是你在臨床上面 你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去懷疑 來把你的proper給放上去的實際點 所以在subcoastal view這個view 是最好來看effusion 看不到 我們再用其他的界面來看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ejection的部分的話 ejection的部分最好的information 就是parastinal long axis view 這個view要看什麼東西 可以看很多的information 但是在看lv 所以剛剛一開始特別提到 global systolic function 你應該要看不同的一些訊息 這個地方lv在diastolic跟systolic之間的時候 它的這個代表的變化性 這個可以用來判斷 你可以看到這個subcoastal的 握的sickening的一個程度 這也可以來判斷 另外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你要去找到這個mitral valve的 anterior lift的地方 然後看它在這一個收縮 這個systolic跟diastolic的時候 這個lift可不可以 離這個subcoastal越近越好 因為它這個subcoastal 它的這個val只要能夠打得越開 anterior lift的越靠近這個subcoastal 能夠越貼近 我們大概就知道 這個lv的function是很不錯的 那有沒有相關的一些指標呢 如果這個地方的separation 這個地方的距離 超過了7mm以上 我們大概就知道 這個lv的function不是那麼的好 那我在評估lv的這個地方的function的時候 除了剛剛的long axis view 可以看得到之外 short axis view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在哪一個view 你可以比較容易可以看得到 lv的systolic的function呢 在papery muscle的這個level 因為它可以在不同的level可以看得到 在papery muscle這個地方 它可以得到的訊息比較完整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的 剛剛那個介面不容易看的時候 會抓這個介面來測量它的lv的function 所以各位在看到新章科的報告的時候 大概就是利用這兩個view 最常用這兩個view來測量injection function 這樣的一個指標 這個view還可以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regional wall motion 剛剛的這個view可以告訴你septal inferior lateral 這邊可以告訴你不同的regional wall的一個情形 這個地方的介面就會到進階的應用去了 所以這個是各位在報告上面才常常看到的一個模式對不對 測量septal的厚度 diastolic-systolic-diameter的一個變化 跟posterior wall的一個情況 把這些指標給測量出來 接下來就要給機器做計算 它就會告訴你injection fraction是多少的 所以這個就需要做calculation 如果你不做calculation 就像剛剛講的 你只要去判斷這個mytrovolm跟septal之間的這個距離 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個lv的systolic function 到底是好過不好 很多時候明顯的異常 它通常不會只有單一的異常 可以看得到 如果這個病人是有很嚴重的lv-systolic value 常常可能你會有機會合併看到什麼 ivc-dialatation 你可能會有機會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larn的地方看到很多的multiple的b-larn 問一下各位 這個地方這樣看起來 這個心臟這樣看起來是好還是不好 這是一個abdominal setting的情況掃描出來的 這是一個power stentum的long axis view 那邊是apax la、lv、mytrovolm 是septal的地方 所以科蛇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看到 mytrovolm的開合開合的一些情形 所以問一下各位 這個地方測量前的數據 光看這個 它的lv-systolic function 是好還是不好 認為它的function很差的 認為它的function還不錯的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anterior left 要越靠近septum 越靠近越好 它應該要小於0.7公分 也就是7mm 如果它大於7mm 這個gap很遠 所以就代表什麼 這個mytrovolm打不上去 所以代表它的收縮的一個程度出現了問題 所以這個指標是多少 1.43 這個hard是很不好的一個hard 測量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這個tube的本身要注意 會不會有underestimate、overestimate 在不同的一個界面的情況之下 同樣可以看得到 你掃描的角度不一樣 切的位置不一樣 各位看到的情形 你可以得到的information就不相同 所以在掃描的時候 抓到正確好的一個界面 這個是比較容易判斷的一些依據 lv-systolic function也有很多判斷的一些依據 因為時間關係我大概不會一一的去細講 第三個e是equality equality的部分最重要的view就是這個view 所以每一個問題它都會有它的一個首選的一個view 如果你要看equality的story 看這個view的價值會最好 一般正常的value的話 如果我們用lv的這個diameter 在這個valve的這個level做一個切點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的diameter如果你把它當作1 這個地方應該0.6左右 所以這樣的一個ratio 0.6比1這樣的一個ratio 是它應該要正常要有的 那到什麼樣的情形算是異常 我們大概都會抓一個比較容易比較 就是你看到就知道它一定是有顯著異常 當它大於1比1的時候 兩個看起來差不多大的話 這個就很不對勁了 當然你說這個精準度會不會很好 因為它是很簡略的一個數字 讓你可以很快速的做判斷 所以它的精準度沒有那麼的好 可是如果你有機會可以看得到它是1比1的 你要特別小心它一定是有right heart strength 只是一個acute chronic的 那就要不同的一些訊息來看 同樣的right ventricle這個地方的function 可以藉由剛剛那個view來看 你也可以從不同的位置 parsene long axis你大概只能夠看到少少的 所以這個view不是用來評估得很好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用來評估vive ventricle的function 可以喔 如果vive ventricle的pressure很高了 各位在這個parsene的地方會看到什麼樣的情形 pressure很高會把lv壓下來 所以這時候它的septin就會變扁 這時候你會看到就是一個大寫的d 英文字母d的一個形式 這個view在看rv的function也很好 這個view也不錯 尤其它可以測量這個一方的wall的厚度 所以如果是要去進階一點來看rv的function的時候 可以從不同的位置得到不同的一些訊息 這就很明顯了對不對 所以剛剛提了 我們並不是要去detect到很truevel 很細微的一些變化 可是當你遇到的這個變成胸痛 shock 沒有辦法去解釋原因 你的probe放上去 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就很明顯的rv的地方比lv的地方 它已經大於1比1的ratio 所以它是有right heart strength的一個情形 當這個pressure過高了 在一個parsene的shortexes view 我們看到這個pressure過高 高到連這個interventricular septum都往lv的方向去移動 造成了一個d的這樣一個shap 那這樣的一個view就代表了它的right heart 有一個pressure過高的一個情形 如果是一個acute onset 對照顧其重症的病人來講 第一個遊戲要想的幾個就是pulmonary embosses acute chronic跟normal 如果我們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來看 各位大概會有一個印象 如果在short access field的時候 看到的情形應該像這樣子 lv負責全身的一個血液的循環的一個供應 所以它pressure理論上要夠大 muscle要夠強 所以呈現這樣一個形狀 rv負擔的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的shap是這個樣子 如果rv的pressure過高了 把這個serveton壓扁變成了一個dm 這是一個acute 可是我怎麼知道這是一個acute 還是它其實可能是一個長期的palmary hypertension calledpalmary的情況所造成的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去測量到這個war 它這個war如果已經有增後了 代表它已經有一段時間的adaptation的一個情形 那你大概才會可以觀察到 這個war的地方可以從這個beam 或者是剛剛講的supcostal的for chamber beam 來做測量 再次再強調我們要回答的是focus的問題 到這個地方的level的問題已經算是到近階段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它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當然rv的部分那個function還可以測量到不同的位置 甚至你可以去把你的curse 放在這個trichalcificbar的這個位置 來看一下這個barf往內縮的這樣一個程度 rv跟lv的收縮的形態不一樣 各位如果觀察這個lv的收縮的時候 它呈現同晶圓往內縮縮 如果在shap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好像是一個甜甜圈這樣子 內外這樣一個輻射放大這樣一個情況的 同心圓性的收縮 rv的收縮的情況比較不像這樣 rv的收縮是從它的basal到epx的地方 呈現這個樣子的一個收縮為主 所以它的這樣的一個移動的程度 就可以用來評估它的本身的一個function 所以可以用來評估rv的function 或是有trichalcificbar的移動的程度 甚至是把continuous這個wave切在這個trichalcificbar的地方 來測量流速 如果這個流速過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可以用來做計算 它是一個rhyme ventricle pressure過高的一個進行 這邊大概就是做基本介紹 因為這個地方的一個參數的一個數值的一個測量 相對要花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做一個introduction 這個sine就很特別了喔 人長提喔 這樣一個sine當你看到的sine要特別小心 這個就跟我們在看s1Q3T3一樣 有的時候看得到 有的時候看不到 最常看到其實sine的sine的sine的sine 當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的sine 有哪幾個地方不對勁呢 這個地方的diamide跟這個地方的diamide 我要將近1比1的明顯異常 這個地方的握動的 你有沒有發現比這個地方來的差 這個地方你看它一直有在動對不對 可是在中間的這個地方 真的到bassal的地方 這個地方幾乎都沒有什麼在動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這個的specity proponent embryo就很高 但是跟s1Q3T3一樣 它不是每個病人都會呈現出來的一個sine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sine 問一下各位 在video上面看到的 所以這叫epical full chamber view對不對 所以各位在螢幕上面這邊看到的 問一下各位 哪一邊的是異常的 upnormal epical full chamber嘛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去做測量 可是藉由剛剛這樣你可以直接看它的相關性對不對 因為這個view最重要的是要看equality 問一下在螢幕上面的左邊這邊 認為它是異常的舉手 一致對不對 認為右邊的那個video是異常的舉手 沒有對不對 你看大家聽完馬上就吸收了薪資對不對 好這是同一個video 我們把orientation做顛倒 所以在這個位置最容易犯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marker的orientation 如果顛倒的時候 你是不容易有東西來幫助你做一個區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在epical full chamber 第一個它難以抓到這個例子 不容易 另外一個地方是你只要你的project orientation 顛倒了 那就會從正常變成異常 異常變成正常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view是比較challenged的一個view 再過來exit的部分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在person long-access view的地方 exit 心臟出去的這一條區分是什麼 就是alta 所以alta我們在哪些位置可以評估呢 在person long-access view的地方 這個位置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個還可以看得到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裡 descending的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一圈的地方 所以在person long-access view 用來看exit的這一件事情 這個位置是不錯的 那要多少 才算是有異常的pand reasonable dilatation呢 我們這樣測量下來的話呢 大概抓在這一個 蠻說的 outive valve 這邊的這一個位置的地方 這樣的一個切 切下來去做測量的話呢 大於4公分以上 大概就是一個不對勁的情形 如果你把這個數字拉得更大 當然就更準對不對 4.5公分 但是我們大概就計4公分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書 有一些paper會告訴我們3.8公分 那有一些paper會告訴我們4公分 4公分相對你不要計得久 比較容易計 而且如果你用eyeballing的方式 旁邊這個curse 一格就是1公分 你甚至不會去做測量旁邊這個東西 就可以來幫助你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如果大於4公分以上 大概就要知道它的alting route 是有一個不對勁的dialatation 但是也不要把它當作是 我看到這個diameter正常 這個病人就沒有alta的desease 這兩把子刺 很多時候動物都看到 alta的diameter是正常 可是裡面就exception 對吧 這個view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這個view要壓下去 病人會不舒服 而且有的時候病人很不舒服 很疼痛或者是很喘的時候 這個view不容易看 這個view可以看得到什麼 altex arch這個領域 這個對心臟具來講有幫忙 就對有的時候我們懷疑這個病人 stroke accuse stroke要打tpa 可是它好像有一些不對勁的一些表現 可能我們有的時候 會在這個位置 可以看它不對勁的一些flop 甚至是extend到carotid的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view相對來講 會比剛剛你介紹這個view 來得更困難一些 最後大概就是剛剛一直有提到的 entrance的部分 所以你會知道 要去測量ivc 最好的位置 就是在subcoastone 擺成long axis這樣一個角度 來去做測量 IVC在ICU 在spontaneous breathing的病人 甚至可能你要懷疑他有沒有 Hard value tampanate sign的Selrate 都會有它的重要的一個角色 如果一個病人 它是有pericardial effusion 它已經造成tampanate 沒有道理這個ivc是病 你應該同時間會感察到 一個extended的ivc 這樣了解意思嗎 因為很多的sign 它應該是要一起合併出現 它不應該是有單獨的情況出現 在unled and deleted 在一個病人的情況之下 去測量這個ivc 這個地方的一個變化 是可以用來評估 Volent responsive use的這件事情 大家很好奇的是這件事情 CVP 這兩個之間的correlation 到底好不好 這已經有非常多的textbook 大概都有提到這件事情 只是裡面的數據 參考的指標是哪一個 對應過來的pressure是多少 但是對應過來的pressure來講 我想對於臨床醫師 我們剛剛提到的 最重要的是 可不可以回答你的臨床的問題 不管是就診斷端或者是治療端 我想如果我們就以簡化來講 它大概就寄這個diamine診1跟2公分 還有看它的這個ivc 隨著呼吸吐氣的這個地方的variation這個變化 如果你把它寄50% 然後這個相對就比較容易寄 而且容易平估對不對 如果這個ivc 這個ivc它的diamine診在1公分以內 那你大概就知道這個bottle相對的是比較少的 如果這個病人是在in shock的一個情況 你有足夠的本錢給challenge 如果這個ivc已經是2公分了 然後這個隨著呼吸吐氣的變化很少 這個claps的這個比例幾乎不到50% 那你大概就知道這個病人的治療 應該不是以fluid的為主 它要嘛就是以fluid overload 要嘛就是它的vangicle這個地方的一個compliance 沒有辦法接收到很多的 那就要想別的一個方式的一個處理 對應過來其實大概都有很多的配合 來做這樣的correlation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從不管是heart本身的size的評估 治療前治療後hypopholemic 甚至是ivc的變化我們可以知道治療前這個ivc 好像貼合起來變成一條細細的線很難找 這個地方ivc就變得比較古 這是一個大概78歲快80歲左右的一個老人家 很乾瘦 然後血壓大概只有70幾 家人比較oncdp 所以我們敲了3000cc的水 是用moning出來的一個情況 這三條的辨識應該沒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你在這個位置我們可能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hypopholemic 這一條呢 可能是fluid overload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對應過來這邊的correlation 1公分 2公分 3公分 這個大概是fluid overload的一個情況 那這條是什麼 正中間這邊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條tube 這條tube是alta 因為它有一個分支過去 sma slick trunk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它本身的握 是厚的還是薄的 可以看它隨著呼吸的一些變化的程度來區分 你到底今天看到的是ivc還是alta 甚至你還可以有機會可以看到分支來做一下區分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超音波來看到這個不同的一些位置 這一個precedure算是相對是比較invasive的 而且risk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有detect到這個病人還沒有到 非常critical的一個階段 我們大概就找相關的consult科別來做執行 可是如果這個病人已經是clapsed 可能是impending death 甚至是在你面前clapsed 到resuscation的一個程度了 你可以做一個mark 找到fluid最近的這個距離 可能是在subcostal 可能是在palesternal的地方 來做mark static的一個function 或者甚至做一個dynamic 像這樣子 帶一個無訊手套 做一個real-time的guidance 這個大概都可以 最後我們用一些個案 來把各位剛剛聽到的這些事情 用一些實際的一些個案 來看看一些異常的一些finity 所以這邊大概都會有它的sequence 可以看得到的 心臟動的不是很好對不對 這是一個epical cord chamber 各位可以看到這兩邊內縮的一個程度不大 這個是palesternal的short axis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像同心原狀的收縮 它很顯然的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acute的 LV的systolic的一個felling 問一下各位 這個view 這個video上面有沒有 秀出right chamber strength的finding 有嗎 比例 equality 所以它沒有right strength的patent 對不對 沒有pericality effusion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面向來應用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些5個1的一些應用 你可能可以看得到 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收縮不好 你也可以知道它沒有right heart strength 這樣一個訊息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上面秀出來的每一個view 你看了吧 epical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RV比LV來的明顯大得很多 對不對 當然這個地方移動的程度 相對就比較不容易觀察 所以在epical fall chamber 看到right chamber adaptation 在percenten的show access view看到什麼 這是一個d sign 問一下各位 這個心臟LV收縮的好不好 LV收縮的好不好 還不錯 對不對 LV收縮的是很好 所以它並沒有LV value的形形 你看 神仙同心圓性的收縮對不對 往內這樣一個收縮 這是在peperine muscle的這樣一個level 可是這個地方有一個d sign 所以就很清楚的知道 它的問題是在right heart的extreme 再過來 這是什麼例子 這是哪一個例子 epical fall chamber對不對 septen對應過來嘛 這邊有明顯的dictation 可能將近快要1比1的對不對 收縮的幅度也沒有很明顯的 往內收縮的起 所以兩個venticle的一個function都不是很好 這邊一樣 你看它的內縮的這個程度也沒有很好 這是什麼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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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r 所以看到它 你就知道這個probe擺的位置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位置可以看什麼訊息 有沒有pericardial effusion chamber的size大概也可以稍微觀察對不對 再過來這個地方 你注意看這個位置 這邊還可以看得到的是它的 就是right ventricle的握 所以剛剛提的 如果你要測量那個握 這個地方也有機會可以測量到 這實際上動得好不好 動得很好 幾乎都要kissing在一起的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hyperdynamic的一個heart 會看到這樣hyperdynamic常常病人 要不然就是hypovolemic shock 要不然就是septic shock 但是我剛剛提的 通常很多的放異體應該會合併其他的現象出現 像這個地方 IVC的地方 Glaibs的這個比例大於50%以上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hyperdynamic heart 看到一個IVC很點的 大家就知道這是有問題 這個地方更加可以證實 當這個病人是inshot很喘 跟heart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在一個hyperdynamic heart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從不同的病 來得到這些訊息 讓你去找別的問題 這個是pericardial的fat還是水 各位 剛剛那個是fat還是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好幾個訊息對不對 再回來 這個是fat還是水 這個是什麼view subcoastal的four chamberview subcoastal four chamberview 你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最dependent的地方 最dependent的地方 那就不會是水 parastent的 如果剛剛那個view是在parastent的long axis 我放在這邊的時候 看到那個service的地方 那是在最上面 水旺低處流 我們在subcoastal的時候 剛剛看到的這個位置是在最dependent 對不對 因為你是從下面看上去嘛 這邊是你你的proper比較近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finding 在不同的位置 你看到的時候的finding會不一樣 當然它可能有時候會合併不同的一些finding 這邊會不會有一些claps的一些現象 然後它IVC是不會有一些膨脹的一些奇跡 這個就不是circumbrential 不是一整圈喔 就是localized在這一個位置的 IVC是古的 所以不代表它一定是要一整圈 它才會試喔 如果它的量夠大是一個loculated 它也可能會造成某個程度的一個temporane liquid可能性 可以啊 當你在某一個位置 你會覺得是困擾的時候 不大確定的時候 你可以在不同的view 來看看它是不是正式存在在哪裡 好 這個就是circumbrential 容易辨識的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rivenical地罡 你看它幾乎都是一直往裡面這樣內縮的 其實LV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被往裡面壓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circumbrential的一個 vaculatory function 配合上它的IVC也是enguaged的 沒有什麼vaculation 所以這個大概就很明顯知道 這個病人一定有症狀 而且應該是要立刻的處理 不大適合一直觀察 那當然一個最嚴重的疾病就像這樣 CPR當中 對不對 Compression的當中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心臟的一個情形 在colic arrest的時候 ultrason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情況 有沒有treatable cause 有沒有precolic effusion 也有 你再繼續CPR下去也沒有幫忙 因為要drainage 如果它有right chamber dilatation 你在CPR下去幫忙不大 可是現在也沒有evidence說 在colic arrest的情況之下 打trampoletic therapy是有它的幫忙 這些NZM告訴我們 這個大概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可以知道 CPR的過程結束 如果還是持續這個樣子 大概可能就要考慮了是不是要 terminal resuscitation 說不說不錯啊 沒有equality的問題啊 這邊有看到一個東西在飄對不對 剛剛提的 你要把你的focus界定好 這個算不算是focus的fills 就不算了 因為這是看valve的function 甚至在看valve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特別不對勁的一些翻譯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東西在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病人可能是有tancalia 可能是有leukocytocytes 可能是有船的情形 可能是有septic lock 看到這樣一個東西在飄 可能是一個Ie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剛剛提的 你要把你的focus界定好 因為剛剛這個是屬於falvolar的assessment 並不在剛剛講的 你應該要去做一個focus的assessment的一個範疇 像這個看起來 left ventricle right ventricle right ventricle很明顯的diletation 是不是pulmonary embroid 這個對我們來講的困難是 如果它是一個chronic lock disease COPD的病人 還是pulmonary fibrosis 看一下這個地方的right ventricle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是有增厚的一個情形 這個剛提的 這樣的一個finding也不是屬於我們能夠去把它給辨識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跟你的臨床的finding去做整合 一起做判斷 ultrasound提供了一個image 一個information 但是它並不是告訴你這個病人百分之百就是那樣的診斷 所以一定要回歸到臨床段的問題 剛剛我們看到有些心臟收縮的不好 這個的心臟收縮怎麼樣 也是很差對不對 可是這是不是accute的 不是 因為它已經擴張了 所以它要時間擴張 它必須要花時間 所以這個一定是一個chronic的一個problem造成 它之前可能有哈菲利過 可能有AMI過 所以造成它的心臟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做內縮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dilated的一個 卡琉米阿化石的一個情形 有些singles的病人 你可能會有機會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環境 singles的地方握很厚 對不對 這個dule的地方好像幾乎都會有compressure 所以它只要心跳速度稍微快一些 可能這個pumping出去的這個地方大概就會受到影響 心臟不錯 可是這樣的病人 我們可能就會可以看到促使singles的這樣一個現象 它不是因為這個地方出問題 它是因為它的singles的握太厚了 後到了去壓迫到它的LVOT的這一路徑的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剛剛所提的 你在評估EPSS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了一個pip fault 什麼pip fault呢? 當它的singles的握很厚的時候 這時候你評估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它這個EPS整個貼附得很好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心臟不好的 但是它的singles這個地方握很厚的時候 可能也會讓你做一些誤判的一些情況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Valve問題對不對 這個地方明顯的真厚 而且幾乎都不大動 Valve-lard heart disease 這個也不是在focus的時候的主要判斷的依據 但是如果當這幾個介面你就已經看得很熟悉的 其實你慢慢的這些findings就會越來越去辨識到 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的 剛剛那些都是 paper 上面告訴我們一些typical一些findings 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findings啊 我們自己的病人singles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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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的病人singles的狀態